3月5号 华语爱情影片《滚滚红尘经典战线》首营会在台北举行 监制徐峰 携林青霞 主题曲创作人罗大佑 演员珍珍等一众艺人盛装出席 当天 林青霞身穿银色上衣 搭配一席青纱长裙 时尚靓丽 他坦言 这部影片是他电影生涯的里程碑 对他意义非凡 我拍了100部戏 因为这部戏得了唯一的一个金马奖领扣 然后呢 这个《滚滚红尘》是1990年拍摄的 在90年之前 我拍的大部分都是文艺爱情片 90年之后呢 我几乎都在香港拍武侠动作片 所以前后有很强烈的分别 这是一个 《滚滚红尘》是一个分水岭 《滚滚红尘》由林青霞 秦汉 张曼玉主演 三人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下 上演了一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林青霞在影片中饰演女主角沈韶华 与张曼玉饰演的岳凤是好友 情同姐妹 首映会上 林青霞大赞张曼玉演技 有一个镜头我是非常的佩服她 因为那个镜头是在一个露鱼 一个很破旧的环境不太好的 环境非常差 那么她去探望我 那么两个人 这个闺蜜呢就抱在一起 就很伤感 然后导演说 跟张曼玉说 你 要在什么时候 将什么对白的时候掉眼泪 哇 这么精准她就真的能够在那一刻 那个时候昏大颗大颗的眼泪 就像珍珠鸭就要滚下来 哎呀 我说我真是佩服的不得了 亲眼看见她这样子 能够这么精准的把眼泪滚下来 此外 罗大佑也出席当天首映会 与大家分享电影主题曲的创作理念 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发现到 就是她其实是三拍的 非一分 巨男巨 爱与恨 千亿 她是三拍三拍 再转 那么这样转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 时代不但在往后走 电影《滚滚红尘》从1989年筹备 至今已满30周年 监制徐峰表示 再次看到这部电影走向大荧幕 让大家感受它的魅力 它非常感动 据了解 滚滚红尘曾获得 第27届金马奖八项大奖 至今仍是记录保持者 该片数码修复版将于3月8号 在台湾上映